918事变竟然不是日本政府发动的 这个听上去像逆臣贼子才能说出来的话 竟然是当时的事实 那究竟是谁发动的918 看过前两集的观众老爷 一定知道上世纪的日本国民 就是希望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 用战争带动经济侵略地盘 进而实现国家的壮大 在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下 1927年7月25号 日本首相田中一一 给昭和天皇呈上了一个秘折 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 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必先夺得蛮猛 所以我国东北地区 一直被日本视为他们的生命线 最初日本还是多多少少 顾及舆论压力和国际面子的 所以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武装侵略 属于停滞在把刀架在脖子上 他没有借口也不好砍下去这一刀 但随着一个人的到来 他强行撕下了日本的面具 次年1928年10月 石元婉尔就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这个石元婉尔曾在德国留学期间 发布过世界最终战论 他认为此前的欧洲战争 不过是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战争 哪怕一战 在他看来也算不上世界大战 他认为真正的决胜之战 是日美之间的 只有通过日美决战 才能实现世界统一 才能让人类迈向和平 进入八宫一宇的建设期 这里再说一个不太冷的冷知识 日本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 有一大批日本女性先后进入中国 并散布到全国各个省份 涵盖了南方北方的所有省份 由于那段时期 中国正值苦难时刻 很多男子娶不着媳妇 所以这些日本女人 进来后可以轻轻松松 找个人家去给家喽 她们的作用有二 一来为实现统一世界后 做种族童话 二来在战时为日本提供情报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女人 很多著名的战役背后 都有这些人提供的关键线索 施元瓦尔来到东北以后 不断地指示关东军 对我国百姓和政府 发起挑衅和村寨级别的侵略 他的想法是 摸一摸国民政府的底线 国民政府如果软弱 那他就不断地蚕食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如果来硬的 那他便制造舆论优势 进而发起大规模的武装侵略 结果令他难以置信的是 国民政府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 随你怎么挑衅 他们都是笑脸送上来 对于村寨级别的侵略 和百姓利益的受损 国民政府表示都可以商量 施元瓦尔可受不了 这种拖拖拉拉的节奏 于是1931年6月开始 他协调住朝鲜的日军 第十九二十师团 开进到鸭鲁江 并由两个先头影先后过江 进入中国藏起来 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 另外给所有在东北的日军 按战时标准 配发了武器弹药 他们的这些举动 东北当局是基本获取态势的 就连民间都在盛传 日本军国主义要实行武装占领 东北的阴谋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驻军 为六个大队 司令部是在公主岭 兵力驻扎在公主岭 铁岭 沈阳 安山 大师桥 连山关 还有王牌第二师团的部队 师团司令部在辽阳 以辽阳为节点 十五旅团在辽阳至旅顺 第三旅团在辽阳至长春 基本城纵向展开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骑兵连队在公主岭 炮兵连队在海城 此外 在吕顺还有一个要塞司令部 下下一支重炮大队 以及关东军特务机关显明队 这些部队 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 关东军司令部原本设置在吕顺 但是在九月的时候 搬到了沈阳 这条线路就是南满铁路的 最主要部分 尽管东北的局势 已经异常紧张 但辽宁却仅有四个旅 东北军大部队全都被张雪梁 调到了关内去对付石油三 在日本嘴里的沈阳 正规军仅有第七旅一支部队 就算算上地方部队 也不过1.5万人 刚才咱们说了 除了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外 朝鲜迈倒的日军 也集结在了鸭鲁江 跃跃欲试 针对中日两方 对东北地区的准备工作 不要只说918当天 北大营比日军多了 国民政府就是毫无防备 被打了个猝不及方 就算抵抗的话 唯一能改变的 或许就是不至于沦陷 这么快罢了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归根结底 还是没认清形势 是把个人集团利益 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表现 918号开始 日军每天在沈阳城外 架起了机枪 开始演习 巷战夜战等等等等 全科目 9月10号 日本给在华日桥朝桥 配发了枪支 9月14号 东北军辅帅张左相 给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副官处副处长李吉川打电话 要他去北平 向正在协和医院治病休养的张学良请示 东北已经到了严重关头 我们该如何处理 9月15号 李吉川抵达了协和医院 向张学良汇报了情况 张学良说 重要问题依靠中央 不能单独对外 蒋委员长说了 东北外交总的方针 是和平解决 不能酿成军事行动 9月16号 李吉川返回沈阳 刚一下车 就见到神情惊慌的接战人员说 处长不得了了 南战成行成列的挤满了日军 他们还在马路湾西边 摆了十多门大炮 李吉川没有外交权和实际的军事权 他只能把张学良的态度传达下去 9月18号 白天 日本和国民政府就中村事件 又进行了一次秘密谈判 在场的仅有林九智郎 荣真 李吉川三个人 林九智郎会汉语 所以连翻译员都不允许进入 过程中 荣真把中村从事间谍行为的望远镜 地图 手枪等物品拿出来 林九智郎蛮不讲理的说 日本军人横抱 我们陆军省也管不住 荣真愤怒地反驳 我们的军人也横抱 你们没有护照 擅自进入禁区从事间谍行为 我们也没有办法 李吉川站起来原厂说 参谋长 我没有外交的权利 不过上表要求按指示办事 荣真更生气了 大后 我不能做王国使的头一业 李吉川说 王国使头一业不是你 谁的指示谁负责 大家吸品这两句话 其实你会发现 国民政府其实就是一个公司 官员们就像上班的打工人 不加思考的执行上级的命令 那就不用担责 不用背锅 至于国家和人民 爱啥样啥样 揽政 躺平 就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是在王国 但只要王国奴的头衔 不扣在自己头上 那就万事大吉 林九智郎听完这段对话后 威胁说 既然这样 中日友好关系 最后破裂 那我也不负责了 说完转身而出 当晚10点25分 北大营一声巨响 918事变爆发了 918事变发生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不抵抗政策下 北大营里的东北军战士 是站着死了 还是跪着降了 营区内的指挥官 又在干什么 沈阳城内的国民政府官员 在干嘛 这件视频 整理了大量当时 东北重要人物的回忆录 从微观视角 个人视角 一分一秒的还原 那个国难时刻 1931年9月18号 晚上10点25分 沈阳柳条湖 传来巨大的爆炸 满铁备炸 随后 日军把三具 身穿东北军军服的 中国人尸体 放在了现场 用以诬陷 是中国人破坏铁路的证据 短短几分钟后 日军用事先停在凤天站 大河旅馆门前的火炮 向东北军七旅的北大营 进行了密集的射击 七旅参谋长赵振帆 立即向旅长王以辙打电话 结果王以辙 不在军中而在家里 电话打了一大圈后 终于找到了王以辙 结果王以辙说 先冷静 我去找东北边防参谋长 荣珍商量对策 王以辙来到荣珍住处后 荣珍说 给北平打电话 向张学良请示一下 结果电话拨通后 是张学良的示威副官 谭海接到 谭海说 张学良陪美国驻华武官 去前门看戏去了 东北局势慎重行事 遵照中央的命令 坚决不要抵抗 为了能够和张学良 高效沟通 荣珍 王以辙 约上时任 东北军副官处 副处长李继川 一同前往了电政局 和北平保持实时联系 另一边 日军对北大营 已经展开了突击 赵振藩 一直没有等到 王以辙的命令 于是他一边指挥全军 进入预定阵地 一边直接向荣珍请示 荣珍给的答复是 不准抵抗 不准动 把枪放到仓库里 挺着死 大家成人 为国牺牲 赵振藩反驳道 官兵们都在火线上 你让他们收枪 这恐怕是做不到 荣珍说 这是命令 如果不照办 出了问题 你负责 赵振藩不可思议地 挂断了电话 命令各单位 按原计划 准备迎击敌地军 然而 面对指挥系统 都不能达成一致的条件下 北大营的官兵们 也不知如何是好 要不要抵抗 万一真的就是挑衅 结果由于还击 上升到了军事冲突 谁来担责 所以有相当数量的人 执行了不行动的命令 电政局内 不断地收到各部队 和政府负责人的电话 凤田监狱汇报说 日军爬上了监狱围墙 向监狱内射击辅杀 三人回复 目前不能派军前去保护 你们自己沉着固守 东北航空处参谋长 陈海华打来电话说 我有42架飞机 要不要还机 三人回复 赶紧飞锦州 飞走一架试一架 够离谱吗 更离谱的还在后边 当陈海华去找飞行员的时候 发现全都不知所踪 一个都找不到了 就这样 这些飞机既没有参战 也没有飞走 几个小时后 被日军轻松缴获 没多久 电政局收到一封 南京军委发来的 十万火急的电报 里边说 日本天皇批准了 关东军开战演习 日本希望我们待在自己的阵地 不用害怕 别轻举妄动 荣臻等人看完这封电报 放下了选择的心 认为真的没啥大不了的了 然而北大营 日军已经从南西北三面 围住了北大营 至19号凌晨2点 营区外围铁丝网 已经被日军全部爆破 并开始向了营区内进攻 619团营区 是最先遭受的攻击 七旅军事队总队长 李淑贵抽掉一批兵力 向619团侦察 另派一股兵力 向619团方向潜伏集结支援 可这时 他也接到不抵抗的命令 他身边的士兵大吼 难道我们不是人吗 他妈的咱们跟鬼子拼了吧 我们有枪怕什么 李淑贵一时不敢再下反击的命令 只能强忍怒火 要求大家先冷静下来 随着七旅官兵放下武器 日军如入无人之境 见人就杀 一个不留 那些坚决之心不抵抗的士兵 很多被敌军用刺刀活活挑死 少有的自卫的人 也难以抵抗日军的进攻 后来 眼看北大营即将沦陷 赵阵翻下令 620团从南北两面 对敌人进行反击 掩护619团和621团 从东门车向东山橘子 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不但营区内的日军已经太多了 而且军心散了 队伍乱了 有些士兵早就提前跑了 还有一些士兵跟日军拼红了眼 正用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一战 这时荣贞意识到严重性 要王一哲返回营区 但在途中 他的汽车被早在街道上射卡的日军 截了下来 王一哲又返回了电政局 北大营内战斗到3点多 伤亡军校及以下官兵290余人 船部沦陷 赵振发命令 所有部队撤出反击 立即开始突围 19号凌晨5点多 撤到东山橘子的七旅暂时休整 清点人数后 619团由于是最先遭受攻击的部队 在猝不及防的枪弹中 又执行了蒋委员长的不抵抗政策 大部分人卧床假媚 致使相当数量的人 是被日军用刺刀挑了的 621团由于溜的及时损伤较轻 负责殿后的620团 由于他们坚决的还击 日军在遭到反抗以后没敢追击 所以620团反而几乎没有损伤 短暂的修整后 天刚蒙蒙亮 就发现日军的骑兵开始向这边清扫 赵振帆当即决定 带领队伍转移到山城镇 和于纸山部会合 出发没多久 日军派出三架战机 对七旅的行踪进行侦察 面对地空协同搜缴 七旅用了三天才抵达了山城镇 见到于纸山后 赵振帆开门见山 说明情况 没想到于纸山说 我可以解决你们的吉养和东庄问题 但是你们必须立即离开此地 免得牵连我们受到日军的轰炸 旅长王毅哲得知后 对赵振帆说 转移到锦州后命吧 赵振帆当时的态度是 不回锦州 走了容易回来难 先留下来打游击 找机会反攻回去 但王毅哲坚决不同意 最后七旅抵达了锦州 短暂的修正后 开进了山海关 抵达了北平清河镇修正 七旅在转移北平期间 旅长王毅哲 沉痛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九一八之夜 我们坚决抵抗 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 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制 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 王毅哲后来成为了 东北军高级将领中 与共产党取得联络的第一人 并在他的努力下 促成了张学良和周恩来总理的秘密会见 为红军 东北军 西北军 共同抗日 奠定了基础 这是后话 后边时间线到了 我们再细聊 回到东北局势 沈阳城内 那些国民政府的官员们 在九一八当晚 北大营沦陷的时刻 就化妆成为普通人 基本全都溜出了沈阳 留下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独自面对残暴的日军 不到12个小时 9月19号清晨 沈阳已经完全沦陷 兵工厂 机场 银行 官员府邸被日军洗劫一空 然而在蒋介石的洗脑下 当时竟有人认为 这是抛家卫国 是在忍辱负重 时任关东军参谋都不可思议的说 我们竟然用古老的战国孤动 打败了沈阳数十米高的城墙 在沈阳的武装队伍中 只有一只没有听上级的话 未执行不抵抗政策 他就是时任沈阳公安局长的黄显生 他带领沈阳的警察 与冲入沈阳城的日军 顽抗战斗 用警察的装备跟军队的 结果可想而至 在巨大的伤亡面前 黄显生坚持到了 之后他组织了全省的警察队伍 成为了义勇军的议员 9月19号天刚亮 日军便出动空中力量 配合地面部队 向沈阳周围的城池发起进攻 各地军警几乎没有抵抗 或投降或撤走 不到半天时间 阳口 安东 凤凰城 本西 辽宁 铁岭 四平 府顺 海城 公主岭等地 全被日军占领 那个没有收容第七旅 守备山城的鱼纸山部 在日军离他十万八千里的时候 他选择了主动投日 与此同时 日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 对长春发起了进攻 918事变 大家一定熟知 日军进攻我们东北军北大营 但我认为 我们不该只知道这一点 同时遭受进攻的 不只有沈阳 长春公主岭 也被日军残暴的袭击 这个国难时刻 不该只知道蒋介石的不抵抗 还要知道 东北军汉奸排行榜上 有缘大将叫西恰 这节就讲讲 918时 日军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占领 长春吉林一带 对于坚决抵抗日本的硬汉子 我们要永远牢记 对于这种卖国的败类 也一定让他永远的臭名远扬 回到918当天 由于东北军辅率张作相 他的父亲死亡 所以9月18号 他并不在沈阳 而是在锦州治丧 东北的军政大权 交给了参谋长西恰代理 西恰 张作相手下第一人 满足爱心觉罗氏 偶像袁世凯 人生目标恢复大清 随着918事变 一夜时间沈阳沦陷 9月19号 日军第三旅团 对长春发起了进攻 当时长春的驻军为 李贵林的23旅 在南岭还有25旅50团 以及炮兵10团 虽然谈不上重兵 但坚守长春 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可日军的进攻刚开始 再精确一点 就是还没进攻 刚有行动的动作 西恰就命令 23旅除留下副冠军的一个营 守备公主领外 其余部队撤往双阳线 9月19号早上5点 日军兵分两路 一路奔袭公主领 去接应四平方向过来的 十五旅团 另一路对长春的武士团 和炮兵团发起了围攻 公主领方向 营长副冠军战斗中 身负重伤 不知其声 到后来 面对敌众我管的态势 公主领阵地失守 一部分官兵被俘 一部分撤向了双阳 长春城内 原本武士团和炮团 面对日军的围攻 打得是非常的勇猛 击战数个小时 小鬼子 不但没占到便宜不说 还遭受了重创 把预备队都用上了 但日军依然是毫无进展 就在这鼓舞军心的时刻 西恰要求撤退的命令 传了过来 两支队伍一下就塌方了 乱七八糟地向着城外炮 炮团的三十六门大炮 及弹药 全都扔在了南岭 被日军缴获 后来 跑到新立城镇的时候 炮团团长 竟然又率领全团官兵投了敌 只剩下五十团 独自撤到了渝树县 随着长春城内 没有了东北军 这也意味着长春沦陷了 市政处处长张淑翰 公安局长休长宇 投日 正常人看到的是国运伦亡 而西恰看到的却是 恢复大清的绝顶商机 4日9月20号 他向日军发去了投降书 表示甘心卖国投降 然后他一手布置了 出卖吉林的阴谋 当时 李贵林的二十三旅残部 已经撤到了双阳北部 吉林地区的驻军 为张作舟的二十五旅 还有副司令长官卫队团 冯湛海的一个团 一个骑兵营 一个炮兵营 排击炮 重击枪 通信各一个连 9月20号 西恰投日后 他给吉林各部队 发出一条命令 要求各部 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 卫队团团长冯湛海 回复西恰说 怎么能撤呢 应该命令部队 向日军发起反击 西恰却说 我奉定避免冲突 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 不是军事单位该管的事 冯湛海问 这是奉何人之殿 西恰说 发电人不准传达姓名 你遵守就够了 上边自有人跟日本谈判 哎 怎么说呢 西恰投敌不假 但不能因为他投敌 就把丢吉林的锅 全都让他自己给背露 就算他不投敌 难不成张学良 蒋介石 就会下达抵抗的命令不成 虽然他假传圣旨 但这假圣旨上的态度 难道和蒋介石的真圣旨 有什么两样吗 再说直白点 当时国民政府的官方态度 难道跟这些走狗汉奸 有什么两样吗 也正是因为 那时期自上而下沆瀣一气 不抵抗的战略 已经使用了好几年了 所以当西恰的假圣旨 传过来以后 没人质疑 他是否有问题 就这样 吉林的守军都被蒙在了鼓里 全都退出了城外 9月23号 西恰引导敌军进入吉林 他们开始掠夺银行 银库 军械库 官员府邸 西恰接受了日军的改编 出任韦吉林省长一职 次日 他派人到乌拉街 给二十五旅和冯战海 送劝降书 二十五旅三十二团团长 三十三团团长 各率一步 投日 七余人坚决抗日 撤制了榆树县 共同组成了抗日军 没几天 吉林至长春一带 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传遍全国后 全国各地爆发了反日运动 还自发成立了很多抗日组织 但蒋介石 却在9月23号发表了 告全国国民书 要求国民保持严肃 震惊的态度 他还曾说过 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说 却没有多大关系 无论是在政治方面 军事方面 东北三省与热河 过去都没有在革命的势力下统治着 照这样说 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 我们是不能负责的 蒋介石语出惊人 差点没被民间的唾沫给喷死 为了摆脱来自国内的压力 蒋介石向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妥协 广州的态度是蒋介石下台 但老蒋强硬地拒绝了这个条件 所以双方的和平会议不了了之 回到今天最原本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 日本政府当时竟然真的不知道 早在关东军参谋石渊婉尔密谋九一八的时候 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九之郎便得到了消息 他向日本政府做了汇报 昭和天皇要求参谋本部派人去整顿关东军军纪 防止关东军未经政府和天皇的同意 私自制造事端 然后参谋本部派出来的这个人叫剑川美刺 他也是个狂战士 为了不把天皇的口令带过去 他故意在路上拖拖拉拉 给足了石渊婉尔时间 直到九一八已经爆发了 他才抵达关东军司令部 石渊婉尔一手下课上 逼得日本政府就是个给关东军擦屁股的根屁虫 在老蒋的配合下 他这手下课上也帮日本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战果 所以他非但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成了日本眼中的英雄 不过六年后 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 石渊婉尔终究也成了下课上中的那个上 在日军策划七七事变时 石渊婉尔前来劝阻 但发动者却对他说 我们只不过是江宁石渊阁下 曾经在满洲做过的事重新做一下而已 好了本期到此结束 下一期自一战后 全球第一次以城市为目标的 无差别轰炸 以及中国武装抗日第一枪 江桥抗战 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